今天最重要的请到 那我们这样子要跳一下 是立刻连线到我们的心中的影帝候选人 好不好 郭子前郭哥 自卑音效 欢迎欢迎 是郭哥 谢谢 郭哥这个礼拜六马上就要开始 迎来人生当中的一个小高潮 而且呢 郭哥刚刚有讲 说不紧张是骗人的 请问郭哥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一次的入围里面有好几个人 还有温森豪 有 所以茶经这个聚不得了 茶经抱了两个男主角 两个都入围心中奖最上男主角 那其他的戏就直接就砍救了 华灯出上就 那是你讲的 是不是我有看茶经啊 对不对 好好好 那我刚刚也在 因为我刚刚先在YT有一些预告直播 今天要跟郭哥 对不对 这是厉害的 那我当然有看茶经 而且呢 我看完每一集都还要跟那个郭哥的经纪人大卫 还有郭哥讨论 哇 太太非常入戏 我喜欢 我最喜欢的是一块美金那个桥段 你女儿 好不好 爱她没中 就你很 对不对 对啊 那个一块钱牵动着很多 对啊 可那幕戏你就没有拍 那是他拍的吗 我没有 因为是他们的男女之间的那种情爱 那郭哥 你在拍那个戏的时候 你有看全部剧本吗 还是看你自己的男主角 剧赏的部分就可以了 没有 你有全看哦 全看我才知道整个故事怎么走啊 不能只看自己啊 我先问一下那个17的网友 你们现在留言我在看 你们会不会觉得不太习惯 我比错变成这边 这郭哥看起来这么年轻 对不对 他真的就这么年轻 每一次只要我们主持完香名大会以后 郭哥在那边卸妆 就直接在厕所就这样子录录了 我的化妆 对 那个化妆 然后那个直身袖的化妆油就弄了 对不对 对啊 郭哥就这么年轻 霜在脸上男生都是这样 你在那个香名大会模仿是好几个不同政治人物 然后在那个茶经里面 是年纪有点大还留个胡子的祭赏 对不对 对对 但真正的郭哥你看 再比一次就这么年轻 真的而且呢 郭哥有运动 有拉单杠 所以胸肌腹肌都有 脚都很有力的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先开始 先来谈茶经 然后再谈你的模仿人生 好不好 其实我的标题下的不精确 你也没有被模仿耽误 你虽然模仿 可是你的演技一直都在 我先来谈 因为你入围了礼拜六的 今年的金钟奖的最佳男主角 刚刚我在预告直播的时候 有讲过我要讲给一期的网友 如果你没听到再讲一次 今年入围金钟奖 2022年最佳男主角的 有茶经的郭子乾 对戏剧男主角 是茶经的郭子乾 还有茶经的温申豪 以及华登初上的杨又宁 还有就是这个 斯卡罗的查马克法拉乌勒 他演的是那个大头目 卓奇独 然后还有一个是逆局 这个我没看 是朱宣扬 这个我也不认识 可能是新人 那还有一位 我可以小时候都有看 又雷火过去 陈亚兰 陈亚兰是女生 可是 他年纪 你叫亚兰姐 他是几岁我不知道 我跟他不认识 你没见过 他演家庆军 家庆军游台湾 然后他演家庆军 所以他演男生 他如果这家男主角 像是以嘉庆军皇帝 那个报名 来角逐男主角 那如果最后他得的时候 不就被女生拿走 这家男主角 就表示他演技也不错 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以上所讲 六位都有可能得 都实力派的 都是实至名归 OK 那所以现在查经是厉害 因为查经他有六分之四的机会 六分之二的机会 三分之一 因为有两个入围 对不对 那郭哥有六分之一的机会 那你自己觉得呢 你自己看 因为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叫郭哥爆料 你自己看 因为你的五个对手 有一个还是你的伙伴 你觉得今年 你有没有办法预测 最后可能是谁 这个太难预测了吧 我觉得每次 当然是我啊 当然是记赏啊 那每个入围者 当然都说自己会得奖 那我上次就 这个记者问我 我就说是16分之六 百分之四六分之六 因为有六个入围 我至少有16分之六的希望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入围就是肯定 那你为什么会接 这次怎么样 你为什么会演查经 就是这部戏 因为你在演戏的时候 我掐指一算 应该当时我们都还在每个礼拜 国民大会啊 对我们每个礼拜都还在固定 礼拜三 要回来直播嘛 对我们本来在礼拜三 后来改礼拜二 那个时段 现在想起来也蛮辛苦的 等于是玩命啦 对那2020年的8月底开始 拍到2020年的12月底 那整整是90 11 12 大概是四个多月的时间 那四个多月的时间 我几乎每个礼拜三都要回来直播嘛 现场直播嘛 你就是只有礼拜三回来直播 对啊 我都听David David是那个郭哥的经纪人 一个帅哥 对对对 网路人称 叫做 上次 上次献哥叫他什么我突然忘记了 献哥叫你什么 David在旁边 他叫我西门 他叫我西门 他有上过节目 我们等一下再谈这一段 David David是那个郭哥的经纪人 如果四个月来讲的话 每个礼拜要回来直播的话 就应该有16到18次 对 对 16天到18天嘛 一个月大概4天 对对 16 那我就有 我就有个16天到18天 必须从异地跑回来直播的 所以那段那四个月你都在外地拍戏哦 那大嫂呢都在家里哦 对啊 没有啊 因为你看啊 我那时候拍的时候 20209月份的时候呢 整个月是在新竹的北埔 就是那个 9月都在北埔 对 那个洋楼我每次去那边吃红烧鸭 带我老婆去吃 那我都没有 那个不能进去不是吗 就你们进去新竹才可以 对啊 他其实有申请 他可以去进去参观 还有人导览 你可能去的时间 9月在北埔啦 对北埔 那你一个月就要回来 5天的直播嘛 4天嘛 那你其他时间都在北埔吗 其他时间都在北埔啊 而且我回北埔的时候 你在那边过夜吗 你没有回台北睡觉哦 没有啊 那时候大队人马全部都住在新竹啊 我们是在北埔拍 但是那边没有没有很大的那个 对你们你们怎么你们怎么住 很大的很大的饭店 所以说我们整组的马呢 又从北埔收工要杀回新竹市 哦在新竹住 然后去北埔拍 然后早上 那个是叫江阿兴嘛 对不对 对 那个阳楼的主人是江阿兴 对 OKOK 好所以9月在北埔 那之后呢 北埔 之后又到 我看全台湾各地都去了 全台湾各地过去 而且花莲什么都有 北埔拍完 我们马上到屏东去 那个礼拜到屏东去 那屏东礼拜三我照常要回来直播 然后直播完 只有你要对不对 只有你要回来 其他的巨族人 对啊 对我在高铁再下去 拍当天在屏东的夜戏 就是茶巾的夜戏 那我甚至有一次 在12月份拍花莲的主场 就是我们工厂的戏 花莲的茶场 办公室的 办公室跟茶场在花莲哦 对 所以说你大家 大家都知道有多辛苦了吗 啊就是 等一下 来 郭哥我要举手发问了 立刻请教 那所以整部戏是连的拍吗 是按照12345678几这样拍吗 当然不是啊 是横着拍 所谓横着拍 就是用地点分就对了 我现在在屏东 我就拍屏东的戏就对了 对对对 那你这情绪不好掌握呢 那就是 对啊 因为有的时候在茶场是这个表情 完了 我现在弄不出来了 有时候是对 哎冠军了是这个表情 那你还要转换啊 对不对 一下子还苦对不对 一下子又又又热 没错嘛 我有看嘛对不对 这本来就是演员的功课啊 你自己要去情绪 这样很难演哎 对啊 跑来跑去很辛苦哎 对你要知道上一场是什么 那这一场的情绪要马上要进入那个 当下 对啊 那郭哥我问你哦 那第一集的第一场戏 你坐那个车 然后过去以后 看到那整个茶园很大 是不是在台东 是不是在路野那边 是不是台东路野 我就看了 因为我当兵在那边 我看出来 这好像是台东路野的茶园啊 是吗哦 哈哈哈哈 那可是那个老爷车 那老爷车是做效果的还是怎样 哪有做效果 那都真实的拍摄的 我们 那个车那么旧了 那几年 那超过50年的车能跑啊 超过55年的车 然后呢 最难过的是说 他已经是老爷车了 那我们还要让他发动 还要让他 可以开一段路 那他老爷车嘛 不是真的有开哦 有开啊 不是做电脑动画哦 没有啊 我们完全都是死警的 那但是问题 那你坐在车上 我问郭根 坐车上感觉是吗 因为那么旧的车我没坐过 好坐吗 其实不好坐哦 还可以啦 还可以啊 不要讲求太舒适就OK嘛 但是问题是 我们开过去 拍一次之后呢 他到对岸去 他就抛锚了 对 是有坏掉的 因为我有看你们的 你脸书上有贴一个照片 等他个20分钟 30分钟 再把他推回来 一堆人把他推回原地 然后我们再启动 如果启动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鼓掌 哇 他没有发脾气 然后我们再继续 啊 真的拍了 然后我们就这样开过去 希望他一次OK 那又不行 那又要再等他30分钟 所以说我拍摄的时候 还要看这个老铁车的心情 啊 好好好 所以我刚刚问的是拍摄的辛苦了 其实大家知道哦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哦 郭哥的演戏 郭哥的光是不要讲别的啦 光是这个拍戏过程当中的那个 那个路程 因为他还有工作要回来台北 好就是带领我们雅虎的湘民大会 大家来这个会是不是 而且你看哦 你你还要每每一个礼拜 你还要模仿政治人物 你这样子才太厉害了 那一直不断的切换 对不对 所以查亲是这样 那最近每次我们相片大会结束以后 我会留在那边先看一下资料 准备下一个行程 那郭哥就哦 接连好多中央社啊 联合报啊什么 都来跟你做访问专访嘛 也看了一些报道啊 当初来拿这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 从从从什么 接触到后来拿到角色中间 其实隔了很久是不是 隔了快两个月 两个月哦 那这是正常的吗 因为我没有在演艺圈我不知道 就是说人家跟你接触这个角色 不正常哦 正常 通常通常我们接触要拍的戏 大概剧组那边大概也属意 就是你来拍的 那大概来找你来这个聊一聊 聊一聊之后呢 大概就就定案哦 再不然 再不然也三天五天 一个礼拜之内就一个礼拜以内 大概会 那两个月 所以你早就已经觉得就 就不会找你演了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这样 你本来是这样想的对吧 对啊 因为那时候已经过了大概半个月 半个月20天了 那没有下午我们就赶快去准备其他的工作了 对啊 那后来是怎么回事 后来剧组 制作人汤哥嘛 对不对 对我听制作人说他最后 因为季赏这个角色是所有角色里面最后定案的 他们找了很多的人 很多的演员示茧之后呢 最后觉得 还是我比较适合 那就敲了我 对啊 我看你的专访里面讲了一句话啦 当然演对不对 都敢找我演了 因为你客家话本来没有那么会讲是不是 这我真的觉得你太厉害了 对啊 你里面都讲客家话 结果 你客家话也是也是练的哦 当然是练的啊 因为 因为你要接这个戏 郭哥是客家人吗 不是客家人 你不是客家人 妈妈是客家人 我妈妈是客家人 但是小时候没有讲 没有接触因为妈妈讲客家话我们都讲国语啊 所以我们也都 对对客家话就一知半解大概谢谢你好 一样我们会讲 其他都不会讲 但是里面台词很多呢 对啊 对啊 从头从头开始学这个客家的母语啊 我也觉得真的是 就是人生绕了一圈回来 因为这个戏来学个母语 我也觉得蛮值得的啦 对好 那大家知道哈 现在这个郭哥礼拜六就要金钟奖要颁奖了哈 请大家给郭哥加油祝福了哈 希望能够集气哈 让郭哥能够拿下哈 让我这个我大哥郭哥能够再哈 拿一个这个金钟奖厉害哈 就引地 那当然啦 这个有表演已经入围就是一个认可了哈 最后不知道结果我们都祝福 只是说从一开始你讲选角的时候 一开始并没有那么的快速决定 后来哎 角色来了 第二个拍摄过程很辛苦 台湾到处跑花莲屏东 然后新竹 你自己还有工作你还要回来 对 结果你现在能够入围 哇那这个事情是不是 对 你有你有你有想到这部戏会让你入围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吗 嗯当时没有想过 呃因为拍完之后呢 经过这个剪接然后然后再加上配乐整个整个成品出来之后呢 那制作人他们都很有信心啊 说哇你看这个这个拍起来很唯美啊 唯美的戏 那我们当然我们自己看了也觉得还不错啊 因为自己拍那里面的那些剧组哦 就是像桌子啦服装啊都都都非常的优雅 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你当时当下来拍的时候你有感觉就是哎 这个剧非常有质感的 非常有质感啊 因为我每次拍摄的时候服装一穿上去再加上那个场景的搭配啊 我都觉得我好像已经回到1950年代那个茶叶商人 哈哈哈对对对对 场景环境衣服真的是会帮演员加分的 我也帮助你 郭哥你那边你那边是用WiFi是不是 我这边是4G 大卫你那边有什么是用4G是不是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网速不够快的关系 现在那个回音又跑出来了 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也没听到吗 我现在的回音非常严重 会严重到比那个我们再一次 我一样我会我我会我会要你 好我会要你你等我一下 好不然这样这样我怕他们这个网友他们根本就都看不都都听不到了 好对就会会有回会回应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是不是会有很严重的回应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郭哥那边网速不够快 我猜是这样因为他每次他刚有顿了一下以后网速就会回来 不好意思今天这样子两次 这也没办法因为我们的来宾他如果说网速不够或是怎么样的话 他有时候可能出现状况 这我不太确定我在请一期的工程人跟大家做确定了 到底为什么会会就是对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不会有回音 那显然是去了那里以后要回来的时候就出现状况了 那我现在找郭哥好来再给他邀一次 嗯 这他也没接受 刚刚有一个网友一直在提醒我说刚刚那个YT 因为我的OBS没关 所以他就出现那我把OBS关了就有那没事了 所以你有看到有多了一段的短短的直播吗对不对 那没关系那不影响我们先不用管那个事情 我们先把那个郭哥的那个演艺仙额先 那个 他那边是不是真的卡了 你邀他他也没有回 我现在正在邀请他中 可是他就没有按接受 查经记赏 奶茶经语 那我这样怎么 完蛋 我按到了一个奶茶区 哎呦郭哥来 郭哥来 哎 有没有再迪雷 我觉得我刚刚郭哥我在想 可能是你那边的那个 网速不够快的关系 对所以就会出现回音 你看你现在就就卡了啊 对啊你是不是你那边网速不够快 哦 有可能对不对 有可能 有可能 没关系只要没有回音就好了 就是你 因为你讲话如果变慢了以后 我开始就出现回音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请一系的工程人员 好没关系 那我们刚刚谈到这边了 查经 郭哥你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什么 我们这是进阶班的直播了 没有看查经人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但不管我们现在是设定是 有看查经的人 像我可是看到一把鼻涕把眼泪 我那个时候郭哥常去拍 然后呢 我就会看到郭哥的脸书啊 还有那个 哎又在花脸 比如说跟温森好 又吃了什么饭什么的 我就知道你们很辛苦 可是没有办法想象 我没看到剧嘛 等到剧上演以后我就很认真了 因为我是一个爱看剧的人 日本剧啦 什么大陆剧我都看 那自己对不对 大哥的剧我当然是看嘛 那当然一开始是想说 旁边一定要看一下 不然我们礼拜三遇到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没有话题 那后来也不是尴尬啦 因为总是我要知道一下 对不对 结果你看了就欲罢不能了 对不对 而且我常常在这个脸书上也写 对不对 但我又不能写太白 因为就变剧透 对不对 被剧透 所以郭哥有看我写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我是有认真在看 你有认真看 你真的有feel 对嘛 对啊那问题是 我真的是第一个啦 就是因为郭子前郭哥对我很照顾 那是余思 我们是好朋友 他是我大哥 所以我当然挺他 可是我今天不是因为我跟他的关系 我真的觉得好 台湾 就像火神的眼泪 也是汤哥的剧嘛 对不对 他演那个职业 好消防员很辛苦 然后呢 像茶经 茶经他把台湾的 茶叶的那个过程 最后去英国比赛 那个我也很感动 我还去查史实上 到底是怎么样啊 那我们这边就不剧透 至少 很认真的演员找最好的演员 然后那个剧组把那个画面 而且那个歌 最后的操词 那个歌也很好听 就觉得那个剧是 让我一下子突然有那种 我们台湾也有这样的剧真好 因为我每次都看 我喜欢看日本的NHK 他每次到片尾的时候 会去考教就是 可能1600年 风尘秀吉 怎么样 他现在变怎么样 好喜欢这个剧 因为我喜欢历史 那茶经 有一种程度 让我感觉到说 他至少尽可能的还原 我们在我们这个 1950年代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当时的生活状况 开什么车 住什么房子 吃什么饭 生活的习俗 是怎么样 这很好 这就是剧 好 所以我问郭哥说 你在演戏的过程当中 你现在已经是 最佳男主角的入围者了 那你自己 我先讲 拍戏过程中 印象最深的 以及你最满意的 就分别这两个 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戏 印象最深 当然就是 第八集 我因为被关 然后关的时候 用 用老板的这个姿势 姿态想要请这个温森豪 然后看能不能娶我女儿 对 入罪 然后谈了半天 结果他那个夏老板来接他 接他 我还以为他说原来他有太太 那我这个人在开始说 可是他那时候跟他好像还不是 他那时候还不是 对不对 我就想问你这个 反正现在都已经入围了 也演完了 玉卓 玉卓就说 诶 那个KK 你老婆来接你了 那我是听到这样啊 你那个表情下来 那这个人家有家事啦 那我昨天晚上跟他讲什么东西啊 我到底在讲什么 可是以我看剧那个阶段的时候 他是一个转折梗 但是他好像开始跟那个 跟那个 诶那个叫什么名字 在剧里面叫什么名字 异性 我女儿异性 对对对 不是不是不是女女儿 就是来接他那个 温森豪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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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女生啦 来接他那个会唱戏的那个 李姓李姓 夏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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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好 夏老板来接他的时候应该 来保他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在一起哦 你回去 是 但是就是因为 对不对 有开 戏剧本来就是 两个有走在一起了啦 但是还没有真的在一起 对不对 他保他以后我觉得他们才在一起 我又没有介入他们的任何的生活 啊我只是就一个父亲的角色 然后恳求他能不能接下我们事业 接下我家的事业 然后娶我女儿 嗯 入罪来我们张家 对 那就讲了半天 原来他有家事了 那他那你觉得 你觉得他是因为没有办法接受入罪 还是怎么样 这个可能要求一下 婚生豪 他剧里面他 他不愿意跟一心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 他把一块钱美金还给他的原因是什么 嗯 或许 KK觉得他只是一个小女孩吧 对年纪差太多 对不对 他设定他们至少差了十几岁 对不对 应该有差个十几岁 对 他是不想就是说 我怎么耽误你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对 哦 那所以他要来跟夏老板走 他跟那个小女孩有关系吗 因为夏老板 养的那个小女孩 他一直以为他是他女儿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很多情绪 复杂的情绪 不是他女儿 不是他女儿 他一直在找他女儿啦 那夏老板有一个 对他在找他女儿 对他就是一直让大家在觉得说 好像KK在对那个小女孩 他不只是喜欢这个女生 也喜欢他这个女儿 而且呢 他也觉得不能耽误一心 有很多复杂的情绪 所以这是你印象最深的戏 在那个被关的时候 诶那在哪里拍的啊 我关出来回去 然后发现我的茶工厂 被女儿跟那个三妹 做了餐粉的茶 我就很生气啊 我一辈子做茶都是很信用的啊 怎么可以餐这些粉呢 然后还被人家检查出来 真的有餐粉 我一气之下 我跑到二楼 整整两夜半的客家化 我把那个小姐罵的 对对对 把他骂 对对对 嘿 对那场戏我觉得 印象最深刻 好那郭哥我要问你了 现在这个等于是要 这个可能记者可以写 你那场戏 你自己有练习吗 还是你就是一次到位 那你拍你拍几次 我们总共拍了三次到四次吧 我都一气呵成 我都一气呵成 你都是ok的是不是 都一次ok 那为什么还拍了三四次 就是导演 因为跳镜头 跳镜头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样的镜头 拍一次吗 那可能导演他还需要 本来就是要这样就对了 拍你的镜头 有一次啊 那侧面 我们两个的一次 或者说拉远镜头又一次 这都要 都都要都要从头演 那你 哦 但所以为了拍摄的关系 你你你你演的四次 可是你四次演的都一样 情绪也都一样 专业就对了啦 对对对对 各位评审知道了 看到这一段 以后可以知道 今天今年的金钟桥 电影要翻给谁了 现在评审 好了这么多年了 对吧 好没在啊 他们还在 评审 那评审可以看了 可以看一期直播吗 好 这是印象最深的一场戏 大家去看了 好 因为每一场戏我都有看 我知道 好 诶 那那个郭哥我顺便一问哦 你在跟KK被关的那个地方是 大同分局吗 还是哪里吧 对大同临下分局 对不对 大同分局旁边 在那个 静修女中旁边 对 因为那是台北市有水牢的 对 好 没错嘛 对没错 静修女中旁边 对不对 你看 对 这个我没有问大卫的哦 我是自己看的 我就想哪里哪里 因为我有 我知道的地方嘛 好 那最难拍的一场戏呢 是不是也就刚刚那场戏 因为要骂两分多钟 最难拍的戏哦 最难拍的戏 还是推车那个是最难拍的 因为很累 其实 他从头到尾都最难拍 从头到尾都很难拍 真的都很难拍 那郭哥我问你哦 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台东路野那个 对 那个场景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本来中午要拍完 就因为老爷车啦等等的问题 没有搞定啊 结果我们拍到下午两点 风云变色 下大雨啊 那我们没拍完啊 还没拍完怎么办 那没拍完我们就知道 那你没有地方躲雨呢 在茶园什么地方 我们用帐篷遮着 然后一拍 拍完之后回来 导演看了之后觉得非常不妥 非得再去一次 所以说我们台东整整去了两次 那车子就要再租 要再花钱 又要再租 又要再租 这真的很辛苦啊 因为我自己 然后还空拍机啊 那个空拍机都是一气呵成的 还要看到你的车子刚好开过来 它刚好扫过去 有没有 大家看到那个 有有有 对 空拍机就是鸟的视角 对 对对对对对 三天三夜都飞不过去 这都是寄赏的茶园很大 对对对对 欸郭哥讲到这里 其实不是 我觉得不是这种你厉害的 我觉得汤哥也很厉害 因为你没办法 他要求品质 烧钱我也得烧啊 车子再租一天 又要花一倍的钱 然后呢剧组就重新拉回来 可是就是要求剧要好 对不对 算你刚刚讲的嘛 可是我郭哥 我必须要这样子讲 这比起我们台湾一些 也没办法 因为他嘎戏每天都要上档的 这个八点档的剧 质感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就 他也没办法 他他今天早上拍 或是今天拍 明天就要上了 对 他就只能在摄影棚 电视台里面搭那种客厅景 永远都在那个客厅里面吵架 当然 对不对 那个不一样 几千万几亿的生意 都在客厅讲一讲 就就就成功了 对就说一直在都一直在客厅 好 就对就是 好那但是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看不起这些剧 因为他他没有办法 当然当然 每个剧都有他自己的成因 可是查经之所以好 就在于说 他所花的时间跟他的用心 当然还包含金钱 还有他的所有的精力 他能堆叠出这个细致的感觉 这一点是我觉得最 最最最最最让大家 让我觉得对 值得去珍惜的 所以我也一直都推荐 那个戏给大家看 好那 好那这是查经的部分 好那 查经到现在 礼拜六就要 公布最后的结果了 我刚刚所提到的 那前一部戏 我也要跟大家 不是 郭哥这这么多年 拍了很多戏 是 可是呢 男主角 或者是说 最佳男配角以上的戏呢 其实不多 对不对 就郭哥你演男主角不多嘛 这事实嘛 可是呢 我看你的报道当中 因为我私底下跟郭哥 也没有谈太多这些事情 但我会去看郭哥的报道 像你 之所以拿到这个角色 跟之前的那部戏 你演那个交通警察的 那个 最梦的 对不对 是因为这个是不是 就是你演的 虽然不是主角 可是你的演技被看见了 你才有争取到这个角色 是这样的 我就一直问汤哥啊 就说 你怎么会 想要邀请我来演这个查经呢 难道你不怕 这个我的综艺形象 然后观众看了会出戏 那我当然就 他也挑了嘛 他也说过他这个剧场的角色 他要找一个非典型的人物 非典型的戏剧人物 来诠释这个剧场 那我就 我就觉得制作人的眼光 怎么会这么的精准 你自己这样问他哦 他怎么知道我办得到 对 你应该对自己的演技 因为你有在练嘛 对不对 可是 你毕竟被挑了当男主角 以后你反而为什么 你确定你要找我 我是一天到我在模仿顺畅的 你会不会怕大家看到我 我好像看到对不对 你自己都有 有一点点就是 你会努力我知道了 因为你一直是很努力的人 你就问他一下说 你不会怕吗 这样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就制作人就说他不怕 制作人说他不怕 选了你就真是敢用你 我觉得就是彼此信任 然后缘分接到这个戏 是真的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我看到很多网友在写啊 说在查经当中呢 没有看到这个模仿的郭子前 看到的是祭桑 对 所以这一点是让我觉得说 很很很不容易的一点啊 那他常常就像我今天的标嘛 就是被模仿耽误的演员 当我有个打个问号 我也跟大家讲 我不是这样想的 因为模仿没有容易 有一个记者写的很好啊 他说被模仿耽误的演员 他加了一个字 在前面加了一个眉 眉被模仿耽误的演员 大家接大欢喜啊 真的哦 不错哦 我也可以模仿耽误的演戏啊 只要有关表演的 我都喜欢啊 不模仿不是搞笑 模仿其实是在轻松过程当中 你要抓到精髓 精髓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 他应该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把他演出来了 这还不叫演技吗 这就是演技 我这样解读有没有对 没错嘛 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模仿 其实当然他带给大家欢乐啦 而且你要有点夸张 就是要把那个特色 特色夸张 哦 哦 对不对 大家知道这苏生昌来了吗 这叫情境反应 其实其实郭哥 这个跟我新闻圈又有点结合 你知道吗 我们新闻圈有一个情境反应 比如说我的新闻只能做一分半 我以前在电视台 所以我一定开场呢 我会用大量的情境摄入 前一场可能还是车祸还是枪战 这一场呢 我要讲到政治的攻防了 我开场我要选择 怎么让他一秒钟拉进来 可能就是 对不对 碰碰碰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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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概两三秒之后 大家知道 到选举场了 或者是说来了以后 第一个开场就是骂人 关键的一句 关键 大家知道 李登辉在讲话 什么 然后情境带进来 就可以了 所以那个是需要 把那个特色凸显出来了 那郭哥你模仿这么多 其实你模仿政治人物 还有名人多了 像郭董 他不是 他也算了 他要选总统 你为什么会模仿这么多政治人物 你当初是怎么样 踏进这个 政治人物 模仿政治人物的 这个领域当中的 应该怎么讲 应该是说 以前我曾经 想过就是说 模仿一些名人 比如说艺人 歌手 但是模仿艺人 来讲话 他变成说 他的持续性 没有那么 那么久 你比如说模仿歌手 你大概就 就用他的声音 唱了几首 熟悉的歌 那大家知道 知道你就 就没有了无心意了 知道你会模仿 你有模仿过什么歌手 我模仿那个 刘德华 然后 刘德华来 赵正月 五百 还有那个罗大勇 有有有 那那个时候是因为你们在 全民大门锅那时候 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 全民大门锅 可是那个都是 那个都是一天 就一集或是 就是那一季 对不对 他不会是一个 长寿的角色 对不对 对 刘德华你唱什么歌 因为时事的需要 然后我们来定这个角色 像有一次是那个 像那个李连杰来到台湾 那制作人就说 李连杰没人演 那郭哥你来演 那我都说好 我就好 那我想说李连杰怎么演 我就想说李连杰是功夫的嘛 我就随便打一套功夫 然后才讲台词 然后讲了台词之后再打一套功夫 这叫做节奏的切换 要不然你那个角色 如果你想要模仿 模仿这个李连杰讲话的话 是没有人会认同的 真的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就是说我必须比个 辅助 然后再讲话 然后讲话 又一个招式 表示说我是功夫皇帝 这样 李连杰 等一下 郭哥我要问哦 所以你是当天晚上 你那时候也是晚上八点 还几点的节目 晚上九点直播 九点吗 好OK 那你是早中午的时候 开会决定晚上九点 没有 大概是下午五点的时候 五点的时候才知道 要演那个角色 下午五点 对 因为我们制作人很活的 很活的 还可以换角色的 中午十二点 就是这个角色 六点多出现了一个事情 那就来演另外一个角色 可是你没有 不是啊 你六点 如果叫你九点模仿苏仁昌 那没问题吗 九点模仿柯文哲 郭太平 那没问题吗 那些都已经内建了吗 是 你六点叫你模仿 九点模仿李连杰 三个小时你也敢哦 想办法 这是训练吗 这个压力很大 因为如果表演不好的话 又怕人家讲说 这个不像 就怕人家讲说 这个对不对 但是我在模仿的时候 我有一个心理建设 就是说 我不可能模仿的 像每一个人 但是我模仿这个人 我尽我的能力去模仿 如果不像 我已经尽力了 请不要怪我 今天这个标题下得很好 如果说我 如果说我说 我能够模仿世界上每一个人 那大家就来看落水狗 就说 那个不像 那个又不像 你在讲什么 但是我说 我尽可能去模仿每一个人 但是不像我已经尽力了 可是大家看到都是像啊 但是你像的太多了啊 这是啊 那一切获得都是喜出望外 一个又一个的模仿的 而且 像我 如果你问我说像谁 我觉得苏贞昌跟郭台铭 那个是已经 像到就是根本就难辨真假了 然后陈时中你第一次模仿 因为我是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嘛 你从你第一次模仿的角度 像吴子佳 刚刚我叫Cue吴子佳 一开始跟到后来 什么咖啊 伟汉 伟汉他的分析事情 他是有头有尾 他有分析嘛 我来我问郭哥 你都是自己 你都是自己是不是 我这时候你抓这些 特色都是自己 还是说你跟 你有一个team在帮你 我知道你有个化妆师啦 他会帮你加分 就是弄得比较像点 你的眼皮贴 但是那个动作 就你刚刚讲 李连杰你要先打拳 那个你自己想的 还是说你旁边有一个模仿团队 给你建议 然后看了以后帮你修 我自己想 你自己想 你就是会 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我必须抓到 抓到那个特色 那你刚刚吴子佳 你是觉得他的手会这样子 他的手 还跟黑龙谁斗嘛 对不对 现在 民进党在 对不对 在市面上被民进党开除 那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你知道吗 眼睛要这样 这他有没有讲过 他有讲过 这很像 吴子佳很像 吴子佳 吴子佳可能还可以再模仿一阵子 没有问题 吴子佳很像 那苏贞昌呢 苏贞昌你是 苏贞昌冲冲是他学你 不是你学他 讲到这个 你是被他模仿 各位网友 这个我们有年纪就知道了 是郭子佳模仿苏贞昌以后 你也觉得说要有一个很明确的 对不对 让大家能分辨的就是 我是苏贞昌冲 我是苏贞昌冲 那这个手势从电视上扩散开来之后 那时候苏贞昌他还是担任原来的台北现场 在2003年的时候 对 那时候你为什么就会想要模仿他 因为我觉得他声音沙哑 然后眼神呆滋 我就觉得很想模仿他 他不是 眼睛小啦 眼神呆滋 谢谢 那你声音模仿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会 你是九官鸟吗 就声音会 你有多样的声音吗 可能有些角色的身形 身线 我可以模仿 你正好是match的对不对 对 是match 对 所以苏贞昌这个我觉得太像 另外一个是郭台铭 我还没有 郭台铭太像了 对啊 这个有砍17直播的 黄伟翰直播的 等一下就领红海股票一张 是吗 真的吗 真的假的 谢谢郭董 我之前乱讲的 要去找他算账 郭哥你今天都没有化妆 可是你刚刚这两个 马上神韵也出来 是这样 我看你眼神就 郭台铭眼神就变成这样 对 就是看不起你那个表情 不是 不是不是 那叫做君灵天下 目中无人 就两个东西 可以演他 我是总裁 对我是总裁 你同样是眼睛变小 可是你的郭台铭跟你的吴子佳不一样 不一样 对吴子佳 我刚刚的吴子佳 那你小时候会这样吗 你以前在 我知道你以前在中国 你是郭台铭学弟 对 是 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学校老师是比较有些腔调 就是大陆过来的 对对对对 外甥老师 我真的可能有一点点语言天分 就是老师上完课之后 讲了那些相应 然后我觉得很好玩 然后老师走了之后 我至高愤勇就到讲台上面 就重复老师刚刚讲过的话 我就看到同学们 哈哈大笑 突然从同学们的哈哈大笑中间 建立了我 奇怪 表演欲望了 还蛮有优越感的 从那时候开始 可能就喜欢模仿 对 那你在念书的时候 你本来就是话剧社的社长 对不对 很多人不知道 我在中国海专的时候 是话剧社社长 那中国海专的话剧社社长的时候 那也不是在模仿 你就是演戏嘛 所以那时候你就专演怎么样 在演戏 但是我在学校是模仿教官 我演戏 但是我也模仿教官 所以我们在 毕业晚会的时候 我那时候三四年级 我就被教过去 那个毕业晚会上面去模仿 我们学校自己的教官 掌声 掌声 掌声还比 现在李玉璣的 爸爸李雅铭 掌声还大 因为我有一次要唱 李雅铭 那时候李雅铭已经是名歌手了 然后他被我们请来到那个中山堂 然后要去表演那个 毕业晚会 因为我们会请歌手嘛 学校老师 学校方面会请歌手 那我是在他后面要去上去模仿教官 然后他上去唱了那个 身边冲突 李雅铭他去 他当时是歌手了 你还是学生就对了 我还是学生啊 对啊 他个七八岁吧 还有 搞不好到十岁 那个各位网友 李玉璣的爸爸 我们这年纪人会知道 现在年轻人只知道李玉璣而已 对不对 所以李雅铭在当歌手 他以前是酷的嘛 就是对 戴个墨镜很酷那一种 对对对 好 那你毕业之后 那当时你在 来来来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国歌常跟我说 我要把这个cue出来 你在中国海专 话剧社的时候 其实有遇到一个人生中的恩师 李国修老师 对不对 李国修老师 对 那他教你演戏 你学到的你觉得最难忘的是什么 最难忘了 最难忘了 就对你影响你这一辈子的演艺事业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人一辈子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一件事情做好就是功德 他当时就这样讲是不是 对 他就这样讲 而且还有一句话 他说你只要一招踏上舞台 你将会终生喜欢他 是喔 李国修老师是这样 我以我的年纪跟那个 我没有还没有认识他 因为我没有跑娱乐新闻所以不知道 但我知道李国修老师 因为我也非常喜欢他的这个人生的作用名 所以我也常常拿出来讲 有人以为是我讲的 对不起喔 那是李国修老师讲的 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功德 有功德圆满 对对对就是功德 这个很重要 然后你把它做好以后 你在那一个领域做的棒 你的成就自然就会被肯定 这点是很重要的 那郭哥你觉得你最 最有自信模仿 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模仿的最好的是谁 最自信 嗯 其实每个你都很有自信 每个角色都很有自信 除了金城武跟谢霆锋没有自信的以外 我模仿谢霆锋跟金城武 我有模仿过谢霆锋跟金城武 大家你看怎么办 啊 David等一下把那个影片传给我看好不好 在大幕播的时候 很难找到 这个影片太难找到 这个影片 我自己都被自己打败了 那你现在有办法在模仿吗 金城武 我模仿之后 我觉得帅哥美女千万不要去模仿他 因为你把人家宠化了 他们的影迷会骂你 我有一次模仿那个 我不知道你模仿金城武 现在九孔模仿 拿个牌子让他去模仿就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那金城武 金城武你模仿 你模仿多久 你那一天 你是在节目当中 就那一个角色 一天一个角色 从此不会再模仿他 你那一天 你没办法画 你没办法画成有个样子 那怎么模仿金城武 戴什么都没有用 金城武要怎么模仿 你抓什么 你抓他的特色是什么 讲话很慢吗 我抓不到 我只是戴个墨镜 就硬着头皮上去 世界更快 心更快 你模仿的还比较像 哈哈哈哈 I see you 我到过世界很多地方 对不对 哈哈哈哈 金城武就是帅啊 对不对 但是帅不好模仿 那刘德华呢 刘德华才好笑 刘德华有一个腔调 我那时候被化妆师画的还蛮真相 蛮像刘德华的 音沟笔 然后侧面看起来蛮像 对 那话中文是很重要 我是刘德华 欢迎收看这个全民乱讲 结果有一个圣地牙哥的潘小姐 永远记得 他马上打电话进来 那时候我们有call in 那是call真的是不是 真的啊 那声音还出错 你在模仿谁啊 我说我是瓦宅 他说拜托你不要模仿他好不好 他是我的偶像 我看了想吐欸 然后你现场怎么办 我说你想吐啊 那恭喜你怀孕啊 然后你不要这样讲 我老公看了也吐了 我说那恭喜你 双喜离门 你老公也怀孕 那不然怎么办呢 你现场的节目 你总不能尴尬在那边吧 就把他变成 跟他变成好朋友 对啦 就是因为call in 起来 然后他变成好朋友 他每次都打电话 你说那个人后来变你的好朋友 就节目上面 节目上面的好朋友 哦 后来他就是会再call进来 会跟你互动 对对对对 那结果有一阵子 有一阵子是 森地牙哥不是森林大火吗 那他那阵子都没有打电话进来 我们就想说 他到底 还好吧 到底有没有安慰 有没有烧到他家 我们就在节目上面说 森地牙哥潘小姐 我们想说 那个大火有没有烧到你家 麻烦你听到 然后call in进来好不好 他不到一分钟就打电话进来 长途电话 他说干什么 揍我死啊 好好笑 那你有见过他本人吗 没有 没有见过 森地牙哥是不是 那下次以后呢 森地牙哥的潘小姐 OKOK 好 那郭哥这个 真的 模仿因为真的是大家对你印象最深啊 那因为 大家就因为看你模仿也看得开心 也认同你的模仿 就好像忘记 其实你是会演戏的 那我刚刚有提到1995年的时候 阿爸的情人 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是金马奖的 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了 也是入围 提名 对 你看他已经几年前了 27年前了 27年前 1995啊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1994 对 就好像95年那一年的金马奖 就前一年的电影嘛 所以那个时候 那当时你那么 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跟现在你在演艺圈的资历也不一样 现在是搭歌集的 那个时候还不算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你入围的心情 跟这一次 入围的心情 两相比较的话 哪一次比较紧张 那一次比较紧张啊 那一次比较紧张的 那一次是很兴奋啊 我是电影人 第一次演电影 我就入围 哇太开心了 那是第一部电影的 就一个奖项 对第一个奖项 就颁追加男配奖 然后就没得奖了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典里 做了四个多小时 追加男配奖是第一个奖项啊 对 就前面哪 先男女配奖 那就失望 不过那一次 那次我朋友收获了 因为那次张学友也演了一部电影 也来入围 那听说这个评审 我至少分数我赢过他 那我就很安慰了 虽然不是第一名 但是我也赢过他就 哈哈哈 他也是入围 哦你跟张学友一起哦 对啊他有过电影 对我说他那一年也是最佳男配奖 你们是同个奖项角 哦是哦 他也入围最佳男配奖 那你会模仿张学友吗 大家好 我是张学友 哈哈 你比较凶 我是张学友 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好郭哥 我觉得模仿张学友会有一个危险 就模仿的一不小心变许姓良 对吧 他们讲话就变成这样 哦我是张学友 哈哈哈 我不是张学友啊 我是许姓良啊 啊哪边要快哪边去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许姓良啊这个很像耶 郭哥我 我 10点了然后也要让你早点休息 要预祝你礼拜六 你你我我我在想啊 如果我不是跑政治 我应该会想尽办法的去拜你为师 因为我也是 你刚才讲我就在笑 我以前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以前跑新闻的时候各自这样 我以前在跑阿扁 跑马英九跑谁 那我们记者大家忙完搞了以后 再记者是 台北青春 大秋吉 台北五湯到小空 是敬爱的赵先生 敬爱的黄市长 我就会模仿阿扁 你有那么严重吗 对对对 赵先生你一定要这样讲吗 有这么严重吗 这么严重吗 啊记者就会笑 但是有人就讲说 那有人讲说 哎你还蛮会模仿或什么 我讲说哎呦这个是 就是怎么讲雕虫小技啊 你真的要像我 像国哥这样子 把这个当成职业 那就很辛苦了 我常常在讲说 人钱就是欢乐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工 你平常都要不断的看这么多 然后去模拟 你会 你会在浴室对着禁止 不一定在浴室 你平常私底下的练习是怎么样 你会 就是 无时无刻的不在自我做调整 我这个地方还不够像 我那个雨地要再上来一点 手要举高一点什么 你会一直去做这些修正吗 你会把自己的模仿拍起来以后 然后看完以后再修正吗 没有 没有哦 那你就是天才了 就 我在家里 几乎没有 没有对着禁止模仿过任何角色 没有哦 那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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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我都是镜头来的时候 我就人来疯了 那你刚刚像你看你的苏贞昌啊 许信良 那许信良多久没模仿了 大家知道许信良吗 菜式品的姑 哈哈哈 刚刚刚刚刚刚 郭哥一模仿真的很像 可是问你的学信良好很难模仿 因为讲话说永远是 講话他讲话没有逸扬顿挫 对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停 什么时候对 同一句话会有几个音会溜走 呃会溜走你会听不清 尾音就是就就就就就去无飘渺那样子 对不对 那drube你是常看这些新闻节目 看他们在讲话以后要学他们吗 对其实私底下平常就有注意这些政治人物的讲话 你应该是属于那种 因为我访问你这样子 我发现你应该是属于那种 不用怎么样去钻研 你一听觉得这个人我可以 你就突然就开始模仿 对不对 可以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就像我刚刚讲阿扁对不对 阿扁特色是那样 那像那个宋楚瑜 就我以前在跑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对不对 楚瑜 这个时候 如果再出来选总统 我相信亲民党 他会再回来的 对啊 我也是那个在采访一下 孝颜 你知道我在 我是孝颜 也是国民党的新生代 我的儿子要选台北市长 孝颜 在这里拜托各位 会是一票 讲孝颜 他这几年没有出来 大家看不到了 对啊 但是以前他的相应 真的是这样 孝颜 嗯 好 所以郭哥这个模仿 跟演技 双路并行 那模仿呢 并没有 这个因为会演戏 而抓不到金钥 那也并 并没有因为工作上面 大量的模仿 而忘记了一个演员 该做的事情 所以今年可以说 这个是去年到今年了 就 郭哥的一个 怎么讲 就是 风收起 让大家看到你的表现 那你接下来还会在 就是大卫和在帮你 排很多就是戏剧吗 你现在的计划是怎么样 比划我的人生计划 都是随于而安 走一步算一步 就是今天有戏接 我就接啊 没戏接我就 我就练身体 我常常形容 我自己身处这个演艺圈 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店面 没戏的时候打扫干净 就练练身体 把身体练好 然后通告很少 那就杜小月 那等到身体照顾好了之后 店面打扫干净之后 有戏来接的时候 不慌不忙 你绝对可以承受 嗯 好 谢谢郭哥啦 今天 跟我们大家分享 郭哥的那个 做起来很难 但其实做起来很困难 对 因为你刚刚讲那个 我就 我也就苦笑了一下 你如果真的说 本来戏很多 后来变很少的时候 其实 有时候 你怎么办 你自己要心理要调试 但是你把 不但心理调试 你不要忘记你 就是get ready 你要prepare 等到你机会再来的时候 你也 对不对 身材也走样了 然后表演 那是要用 上场又会吐贼 那就没有了嘛 所以你一定要 维持那个状态以后 等机会来找你的之后 你给他最好的 百分之百的表现 所以呢 一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掌握到金药的 模仿天王 郭子权 演技肯定是好的 好不好 郭哥 就礼拜六了 好不好 马上都call我 我就去了 好不好 那个讲的一般下来 我就衣服穿好 准备出门 看在哪里进攻日子 好不好 大卫记得call我 call me maybe 好不好 好啦 今天非常谢谢郭哥 真的 预祝郭哥能够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 请所有的网友 继续支持郭哥 郭哥的主持 郭哥的模仿 郭哥的戏剧 好不好 谢谢郭哥 再次这个预祝你 礼拜六大风生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郭哥 好 OK 谢谢郭哥 那也记得 每个礼拜二中午的 湘民大会 大家来这会 我们的主持人 还有我们专属的评论 就是我 老汉 那郭哥 我跟你报告 这个 你现在看到 我们的荧幕的右下角 有个红色的纽 有没有 你等一下把按了 以后先退出 上次我跟罗志强 直播 直播完以后 我就说再见 然后我就退出了 结果呢 我退出 他没退 他就全程 后来又直播了半个小时 还好 好 我会按 我会按的 对不对 还好他没干嘛 他只是开车回家 他手机放旁边 哇 吓我一跳 真的吓我一跳 所以既然你要先出去 我要关门 拉铁门 我来拉 你现在看到 那个红色的一个 门的记号 有没有 David你有看到 有 按下去以后 他会有个退出 有没有 好 那我先 各位网友先跟郭哥 再见 让郭哥能够早点休息 郭哥 好 预祝礼拜六大顺利 谢谢 谢谢郭哥 谢谢 谢谢 郭哥 谢谢 郭哥先退出 好 OK 好 谢谢各位网友 不好意思 可能一开始 是不是 就是 怎么说 他的网路那边 可能不是太稳 所以我们就回收 这中间断了两次 但是很不好意思 让大家这个 在看的过程当中 停了两次 但是今天会 跟郭哥谈 主要是 也跟大家推荐 看茶经 真的不错 因为那是台湾的剧 第二个呢 好 就是 郭哥的演绎的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很辛苦的 你听他讲就知道了 没有剧的时候 他也是要准备好 身体要练好 真的是这样 那 郭哥这段期间 他的模仿 大家都 看在眼里 很会模仿 可是呢 你去看戏 去看那个 我讲茶经 他以后 我觉得啦 我相信他现在入围了 不管有没有 不管有没有得到 这个最后的奖项 因为演技被肯定以后 一定还会有其他的戏找他 那也不是人生 就只要演男主角啦 他演过很多啊 他刚讲那个 有没有 张绍权的那个剧 他演一个交通警察而已 就光是那样子的戏 就被看中了 有演技啊 所以演员最喜欢的 就是被人家看到的演技 那我评论员跟直播主 最喜欢的就是 大家看我的直播 或是对我的政治评论呢 好 有所回馈 那台湾因为政治 大家很对立 所以我也知道 就是大家可能 蓝的 蓝的讨厌 绿的 绿的讨厌蓝的 但我总希望大家 能够找到一个中间 蓝的虽然就是 可能不投给绿的 可是可以看到绿的优点 并且告诉他哪里不足 同样倒过来 绿的也要看到 蓝的有什么好处 然后告诉蓝的说 我希望你变成这样 大家都在这块土地上面生活 彼此能够共融包容 并且能够会互相理解 台湾才会变得更好 好不好 这也是我当一个媒体人 我觉得我给自己的定位 每个人定位嘛 郭哥定位是我会模仿 那也会演戏 那有人定位是 我是偶像 有人定位是 我很会唱歌 那我黄文汉的定位呢 就是希望 不断的在我可以的范围之内 跟网友互动 也把我的一些 所知所得传递给大家 然后不管何时 我都不会告诉你要投票投给谁 请你自己去做决定 早上我访问黄珊珊 那之后我还会访问这个 这个蒋旺安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很希望我可以访问到陈时中 让大家能够透过我的节目 得到你们了解这个候选人 这个政治人物的一个管道 我只是个管道 那至于看完之后 你要投给谁 你们自己去做选择 所以每一个政治人物 我都会跟他讲加油 或者祝福他 可是我绝对不会说 我去帮他拉票 去帮他站台 然后呢 去告诉 看我节目的网友说 请你们投给谁 不会的 好不好 这样了解吗 好 非常谢谢各位 这个网友 今天跟我们的参与了 好 那大家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 让我们 呼道一声晚安 刚刚那个 宋楚瑜那个 因为郭哥 那时候也有模仿 我就没了 其实宋楚瑜 我是会模仿的 对不对 楚瑜 的妹妹和她的先生 长期住在海外 但他们都是 这台湾美临台湾最大喊的新台湾人 都是爱台湾 方良女士 是楚瑜 所见过最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美德的长辈 好 谢谢下一位 在采访的时候听宋楚瑜讲话 就这样 听阿伯讲话 听马一九 台北市不欢迎日本的买春客 来一个 抓一个 来两个 抓一双 请媒体的朋友给我们尊重 当记者就会去看这个正式人物 这个那个 每一个人他的那个 不同的这些特色 所以我看正式人物也看很多 所以我很佩服郭哥 他真的很厉害 他都模仿的非常好 好不好 好 先跟大家说晚安 我要去陪我女儿了 我女儿今天生日 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